因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儿走红的陈妍熙呢 之前呢演过的这个古装剧《神雕霞雨》失败 一下从这个神坛跌到了谷底啊 不过这并没有阻拦她继续挑战的决心 立志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于是乎呢改头换面 由这个小笼包变成了莲蓉包 就是小笼包之后再来个莲蓉包 陈妍熙亮相电视剧《秦时明月》发布会 穿着蓬蓬裙露出自己的细胳膊膝腿 虽然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姑娘体重一定没多少 但是奈何这筷子上顶的是一只肉骨骨的小笼包 有吃就胖 没有侥幸的那种 对一输一方体质 之前的小笼女扮相 可是把观众们雷得外焦里嫩 伤害了粉丝的心不说 陈妍熙本人也跌落神坛 想要分身还得靠自己啊 于是姑姑结衣缩食愣是瘦了下来 两项时尚活动 分分钟秒杀小粗腿邓子齐同学 尽量都是不加油盐的食物为主 就还是蛋白质啊肉啊还是会吃 可是就是尽量不加油盐 这回再度挑战古装剧 陈妍熙也是做了十足的准备 好几个月没正常吃饭 总算是让小脸蛋瘦了那么一丢丢 在造型上面也是跟这造型是等于是第二次合作了 所以可能他对我也有更多的了解 所以也有在各个方面可能找到更适合我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造型目前为止听到的都 大家感觉好像都还不错 虽然小脸圆嘟嘟这事没法改变 但是男朋友陈晓爱她的那颗心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八月恋情曝光 十月求婚成功 两人真是恨不得早点成为一家人呢 迎拍戏跟陈燕熙成了好朋友的陆毅 就着急上火地催婚了 求婚 卖房 装修房都已经按计划进行 想必打婚的日子也不远了吧 那你得问她呀 你都不知道这个事吗 装修的事 我到底有最想怪的问题 提起陈晓 陈燕熙是三尖七猴 前不久有网友爆料 说你男朋友在机场痛哭 该不会好事儿要黄吧 真的真的是网友爆料 我觉得我不知道回应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这几个月 其实这两个月算是蛮幸运的 其实方面的时间有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阵子都还蛮开心的 婚姻大事全都另一半做主 陈燕熙就负责当一个幸福的小女人 没有就是没人靠的时候当然就自己来 那有人靠的时候当然就也挺好的 请用的再见 北京独家采访不到